徐凤年说完话,才留心到身侧的观音菩萨,身高竟要比自己还要略胜一筹,他可是赤脚而行,徐凤年的身高本就十分出众,良帝汉子大多魁梧见状,徐凤年丝毫不显矮,到了江南这边更显身材修长,身边女子钟江泥还在长城中不去说,像于又威和书修这样高挑的女子都要比他矮半个脑袋。 女法王却愣是比世子殿下还要高,且不说他衣着气质如何另类,光是这份鹤立鸡群的高度,就相当惹眼。 两人擦肩而过后,徐凤年很没有风度地转头盯着烂陀山洪叫法王,神情木讷的龙首僧人经过一旁再度双手合十,与世子殿下算是单独打过招呼,两人在北梁城中有两面之缘,加上徐凤年名声虽恶,对世门佛法却亲近,这一点北梁尽之,因此出世人龙首和尚对徐凤年并无反感。 红衣加沙大和尚投之以陶,徐凤年抱之以礼,微微点头。 因为王妃宠佛的关系,徐凤年爱无极乌,对佛法宗门颇多精通,倒不是对道教毅力有所贬低。 中原根底在道教的说法,他还是认同的,只不过从小耳濡目染徐霄与道门的愿仇,一经对比,难免对某些道门人物有些看法。 其实,佛教一直被中原世子称作西方教,带有浓重色彩的贬义,春秋国战以后,初期名利心不重的王国遗老纷纷避世顿世,一旦选择世门,便广受世人诟病。 冠以未死逃缠四字,骂知老僧本色是幽灵,不过随着现在的皇帝陛下开始重佛,才有改观,锦经师便有游僧不下万人,但世门肃无领秀一说,远不如道童以龙虎山为尊这般明明白白。 黑衣老僧杨太岁是两朝帝师,手腕资历都够,本是世门执牛儿者的最佳人选。 可惜病虎老僧却是一株无根扶平,甚至早早与家族断绝了关系,便是传授龙子龙孙们博杂学问,都会板着脸,传闻大内的鸡毛胆子都不知道被他打碎了几只,皇子公主们都怕这个老和尚怕得厉害。 皇宫里以随诸公主行事最为跋扈,可连天不怕的不怕的都说只怕黑锅巴,加上黑衣老僧十几年如一约拒绝访客登门,因此杨和尚何来,结党一说。 若无结党,单枪提马,又何来的势力? 白衣观音天然远去,对徐凤年厚颜无耻求个自在的说法置若罔闻。 他一走,本来乐意等个三十年的龙首僧人便在无理由化地为牢,跟着返回烂陀山,除去两禅寺,和尚们都恨不得说一句贫僧自烂陀山而来,可百中无意能真正往烂陀山而去。 徐凤年瞥见一旁将尼痴痴望着女子法王的背影,一脸呆像,忍俊不禁打去道,想跟着去烂陀山。 你要做明妃或者尼姑?我跟你事先说明,吃斋念佛可比读书挣钱吃苦多了。 轻轻将神浮别回发际的李纯刚完味道,这个烂陀山婆娘存了与你双修的心思。 徐凤年一脸遗憾道,以前我怕他老牛吃嫩草,死活不肯,现在竟然轮到他嫌弃其本世子了,这世道啊。 老建神好不容易逮着一个机会挖苦徐凤年,自然不会错过,阴阳怪气道,徐小子,他当着一大帮人的面说,你不配双修呢?你堂堂北梁,王世子殿下能忍。 这话传出去岂不是被天下人笑破肚子。 徐凤年恩恩道,笑死最好,都不用我学刀了,见到不顺眼的,就跟他们说这个笑话,听着听着他们就笑死了。 李老头愣了一下,好不容易回神地将你听到这等泼皮无赖言语,美好气道,你真不要脸。 徐凤年无奈道,那你倒是给个我要脸的法子,让一百号人冲上去打这位观音娘娘一顿,还是跪在地上哭着求着她与我欢喜双修。 小泥人约莫是见到徐凤年,被他心中的神仙姐姐瞧不起,心情不错,转过头笑着重复念叨着,不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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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凤年故意与江泥撇开一段距离,望向盛头叹气道,今晚可是一个十万野鬼出城的好约子。 江泥立即闭嘴,下意识走进徐凤年。 徐凤年率先走上吊桥,相反是兵书上典型的雄城,城池外园驻有突出马面,徐凤年走过护城河,遥想当年国战第一攻守,忍不住记起攻城中的木马牛,转头询问身后的老剑神,木马牛的名字有什么缘由。 徐凤年似乎问出口后才惊醒这个问题不合时宜,对剑士而言,佩剑被折,无异于生平最大的羞辱,何况还是被王先知以两根手指断去。 不曾想李老头相当不以为意,只是平静点头道,木马牛取名的确源自你所猜想的工程器械,寓意天下敌手皆成池,没有木马牛功不破的。 木马牛断造与神符一致无二,同是来自一块天外飞石,前朝皇帝派人海外访先,偶遇飞石坠海击起千层浪,从海底捞起,一半断造木马牛,一半造就福江红甲,胜余精髓,却是制成了老夫头顶这柄匕首神符,三者殊途同归,这三物称得上姐妹兄弟。 徐凤年调侃道,那老前辈和小泥人真是有缘分。 老剑神呵呵一笑,雄城相反夜晋森言,仅是对寻常老百姓而言, 对徐凤年这种赶根青州水师一战的顶尖权贵,以及六株上师这种烂陀山神仙,当然是来去随意,城门校尉时有星号星号得到静安王赵衡的授意,并非阻拦,否则兵戈相见,无非是给徐凤年长脸面罢了,总不能指望在这等琐碎小事上让北梁柿子吃别。 春神湖上的闹剧,至今仍无人能说就必定是徐凤年遭受责罚,毕竟与以往不同, 这会儿一袭拦断九龙大蟒袍的北梁王就待在京城中,首次金鸾殿早朝,这位异姓王佩刀登殿, 面对张巨鹿顾见唐文武守官以外数位功勋大臣的责问,连同三位殿阁大学士的轮番结问, 人徒只是独自站着打瞌睡,一个都不理睬,让两班大臣气得蹊跷生烟, 至于耿直怒戎背后是否存有忐忑畏惧,便不可知了。 京师有小道消息说北梁王于铁骑驻扎修器的下马为驿馆, 门可罗雀,京师那上下都觉大快人心,拍手叫好,都说这是天理昭昭, 师道者必寡住,北梁气数已尽。 下马为驿站,当真是门庭冷落。 内庭院落中,傅家翁装束的北梁王在与一位黑衣老僧对隐律已久, 就是徐骁特意从梁州带到泰安城的,眼前绰号病虎的老家伙, 则是被徐骁硬拉过来的。 其实,这些年,借着二女儿徐卫雄的那手地赏雪, 京城中律已久多有贩卖, 只不过北梁王亲自带着烈酒行过几千里, 理清情义不清。 这也算是徐骁面对他乡固知的一种表态, 你扬太岁不当我徐骁,是朋友, 连入城都得替皇帝陛下盯着我, 可徐骁却仍然当你老秃驴是朋友, 当年你请我喝酒当作送行, 这次重逢便要还请你喝一壶绿已久。 京城春寒早已消弭, 缠名不止, 可徐骁似乎还是怕冷, 抬手喝了口气, 感慨道, 我离京时纪的王朝有1864个驿站, 这会儿兼并那么多个国, 不增反减, 还能剩下一半吗? 黑衣老僧平淡道, 太安城太安城, 天下太平安稳, 何须再现当年一管林立与席飞转的景象, 这难道不是好事吗? 世人皆知, 徐骁对驿战有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怀, 因为黎阳王朝当初对驿战建造并不重视, 徐骁执掌兵权后, 提出时政, 其中驿战与马正几项都在他手中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 还有几项正是因为春秋落幕, 尚未来得及普及, 便以中途夭折, 削减驿战只是一个缩影而已, 黎阳王朝兵马鼎盛时, 可谓是一亿过一亿, 一管同于林, 一旗接一旗, 一旗如流星, 故而国战结束时, 几乎所有王国皇帝被押戒往太安城, 期间, 见识到三十里, 一亿, 都会震惊徐骁的手腕, 许多战败后, 仍是只愿天是地利的名将这才福气, 因为小小驿战要牵扯出驿道等诸多事情, 每一件都麻烦至极, 仅是一路两旁植物的栽种和维护, 每年便要耗费国库多少银子。 当时兵戈正憨, 昏君不去说, 几个明君也是至多盯着甲咒锻炼, 恨不得金约花钱明约便可立竿见影, 为臣子的能如徐骁一般说服皇帝陛下在百年大忌上砸钱。 徐骁笑道, 短时间来看自然是好事, 等你我百年以后是不是好事, 可就难说了。 黑衣老僧虽是僧人, 却也饮酒, 喝了一口, 语气平淡道, 泥草甚心。 徐骁哑然笑道, 又不是你这种出家人, 老子不草心, 对得起当年随我征战的英烈, 这天下谁打下来的? 杨太岁咒梅道, 张巨鹿会草心, 顾剑堂也会草心。 再者是你帮先皇打下天下又如何? 没有你徐瘸子, 总会有李瘸子王瘸子顶上, 你鞠躬自傲, 先皇却没有狡兔死走狗烹, 依然游着你去当北梁王, 这还不够吗? 徐骁轻声道, 够了。 所以当年你拉我喝酒, 事后我也没怎么样, 当年欠你和她的恩情, 都算一笔还清了。 说到这里, 黑衣老僧有愧, 便不再说话, 神情有些落寞。 那名女子出入室, 剑侠锦刻有此剑抚平, 天下不平是九字。 先皇得之后, 笑着说, 没有这个弟媳妇, 便没有徐徐霄, 便没有镇的大好江山, 大梁龙雀剑当得起这九个字。 那名其女子临终前才刻下后九字, 每次想起, 黑衣老僧都觉得有愧, 因为她便是世间第一有愧人。 老僧问道, 那你还请我喝酒? 徐霄冷哼一声道, 若不是到了北梁后, 那些年媳妇一直劝解我, 说你这秃驴有苦衷, 老子就算在大肚, 也懒得理你。 杨太岁苦涩一笑, 徐霄喝了口酒, 冷笑道, 下次朝会, 顾建堂再敢唆使一帮杂碎出阴招, 就别怪老子抽刀劈他。 杨太岁咒没道, 顾建堂便是空手, 你也打不过, 天底下用刀的, 他稳居第一人。 徐霄反问道, 我砍他, 他敢还手。 当年我把他的嫡系斩手挂在城头上示众, 他就敢阻拦了。 当年不敢, 现在这小子越活越回去, 就更不敢了。 黑衣老僧呵呵道, 似乎不敢。 徐霄笑道, 这不就是了? 这哪里是身穿五爪蟒袍的北梁王, 分明是市井无赖啊? 怪不得能交出徐凤年这般品行无良的儿子。 徐霄笑咪咪问道, 我若真砍死顾建堂, 你这回。 杨太岁平静道, 我欠的忠义人情, 当年也还清了。 既然你今天能请我喝酒, 我明天就能请你杀人后出京城。 徐霄哈哈笑道, 你这秃驴还算有点良心。 黑衣老僧默不作声。 世间再无人比这头病虎 更千金一诺。 一壶绿仪很快就空了。 老僧轻声道, 你以前连累王妃, 活不自在, 现在是连累你几个子女都是如此, 尤其是那徐凤年, 你就没点愧疚。 徐霄坦然笑道, 不是一家人, 一入一家门, 不吃一家饭。 什么自在不自在的, 都是命。 老僧一声叹气。 徐霄问道, 你可知那烂陀山六株上师。 老僧点头道, 此人最初修行耳根不向外闻, 不若是人, 早早得了动静, 二相了然不生的大解脱静, 是佛门里的大智慧者, 当年由出地正一跃到第八地。 与武当山心掌交一跃入天象如出一辙, 都是罕见的肉身菩萨。 徐霄嗷了一声, 皱紧眉头。 老僧问道, 听说这位宏教法王去了乡凡, 你不担心。 徐霄呢难道, 怎么不担心, 他与凤年双修, 担心, 可不双修, 更担心啊。 这位宏教法王